今天来学习关于轴对称移动的知识 以一条直线L为折线进行翻折移动 这个移动被称之为轴对称移动 这个时候这条直线L被称之为对称轴 这时候像A和A撇,B和B撇,C和C撇这样由对应点所连成的线段被对称轴垂直且平分 接着观察做图方法 从各自的顶点做一条垂直与对称轴的直线 测量对称轴到顶点的距离 在对称轴的另一边点出对应点 连接各个顶点 这样做图就完成了 那么现在来顺着做下练习 按下暂停键并解题 完成习题后 按下播放键并打圈 那么现在来核对下正确答案 从各自的顶点做一条垂直于对称轴的直线 然后测量对称轴到顶点的距离 并且在对称轴的另一边做一个等距离的点 最后用此连接 最后用此连接各个顶点 回答正确了吗 最后的课后文时 从各个顶点做一条垂直于对称轴的直线 测量对称轴到顶点的距离 在对称轴的另一边点出对应点 连接各个顶点 再次回答正确认